但是,我反而想弄清楚那件事 究竟在現場,我們是不是應該離開呢? 我們的決定就是,你衝擊一個將會刺激的會展是否有用呢? 第二就是,老實說,當時現場的初期衝擊,是完全沒有任何思考 沒有任何計劃的 其實你見到李卓人被噴胡椒睡墓 你就知道那是沒有計劃,是完全不知道在什麼情況之下,只是這樣衝了 這是第一,第二就是衝了之後,有人說,你們不要走啊,你們快點留在這裏 然後我就馬上問他們,你想我們留在這裏,你們是想怎樣呢? 我們是一起衝啊,還是一起留守啊? 而你們會做些什麼呢? 我之前沒有溝通,我為何第一,人民力量不需要受理指揮 不過這個算是,我們不是有門戶之見 而是我當時當時問,你們之後還有什麼行動呢? 你們想怎樣呢? 沒有,沒有人回答了,立刻 然後就繼續指責,你現在這樣就散水 第一,我們沒有散水了 第二,我想說的例子就是,我不是說民陣召集人 人本身有什麼問題 而是證明當時也有很多人的判斷 都覺得應該是中聯辦的 那怎會還可以指責我們呢? 第三,翁文是的確有呼籲其他人去的 而最後也有些人跟我們去的 其實坐下那裡 再這樣的話,這些事實加起來 其實我覺得我們那天,以我們的人數 其實整個活動是很順暢,也很合理的 所以我更加不明白還有什麼指責 還有這些需要去做的 任何這些人繼續在搞這些事 我覺得是超越了私怨的 超越了私怨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暫時將那天的活動說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聽這首歌 好,待會回來正光 人生與命運 愿是一天百變 成敗有如一個專年 莫記當年 就算甘願平淡過一生 或者遲早心中有悔 有日我欲語無疑 那現實何相改變 連青月之間 采對我喜歡 但无奈港星再见 明白到埋手怕见现实 未免可怜 让我今后面对命共理 或者迟早心悔已难 有日我若再回头笑望着人还转变 每星期都会请不同的嘉宾 讨论不同的社会问题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立场 拆出不同的火花 人民力量逢星期三晚8.9 有陈伟业 和你论证一小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节大家回来了 今天的歌是由小弟选择的 第一首是《变色龙》 当然在大是大非之前 民主阿婆陈火安生 会例派出来说两句 他指责梁振英是《变色龙》 所以我就选择你一首 我自己都挺喜欢听的《变色龙》 《变色龙》是1978年 《丽的电视》的一部电视剧 播到1979年 即共80集 这部电视剧 其实大约的剧情很简单 就是说三个年轻人 很纯真 然后直到抹面 直到慢慢变成一些 一些比较奸搞的人 心路历程 所以这部电视剧 是很值得大家去上网看的 尤其是你现在看《夜晚无线》 什么东西攻略 那些 大家都是去上网看《变色龙》 比较好 因为呢 譬如我自己看 即现在我追看 头一几集就已经讲了社会运动 那原来呢 现在的人怎么看我们呢 原来一九七几年的时候 就已经是告诉我们 那些人怎么看我们 嗯 那 就 这个梁振英 就是一个《变色龙》 那 主席有没有什么要说 梁振英呢 就是 都要很完整地和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对梁振英的看法 我记得我其他节目都已经讲过 就是我对梁振英 我是从来都反共的 不是反梁的 我是从来都反梁的 我是一早就是anyone but cy的 即使我这么反对犯罪賴太也好 我都宁愿犯罪賴太 我都不喜欢cy 原因就是 梁振英 是不是比较变色龙呢 是 这个其中是一个feature 为什么说他变色龙呢 其实 如果大家记得 大家记得 好几年前 梁振英 说过一句话 有人问他 Cy 你会不会选特首啊 他说 但是N届都不会选特首的 当然这个说法 很狡猾 当然一看就知道 因为梁振英想选特首 这件事 在1997年 甚至1987年 已经知道了 其实 只不过 他等到什么时候才会出动 而当他说他第N届都不选特首的时候 其实他是想将这件事模糊化 那个N字 原来原来是N等于零的 或者N等于四的 他就是第四届选 他现在就是第四次选特首 那么他选赢了 所以梁振英 梁振英从来都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 从选特首 第N届不选特首 终于选赢了特首 这件事已经看到了 这是第一 第二 在政綱里也看到 他在政綱里面说了很多东西 又说要照顾那些草根阶层 又要建很多公屋 居屋 那些东西 又要把房屋问题解决 但是到他所谓终极的政綱 这真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 什么叫终极的政綱呢 一个终极的政綱 就是一个 是在campaign 或者这个选举工程 都没做过三十天的时候 就要改的政綱 才会有一个叫终极的政綱 这个终极的政綱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就是 他是会想用这些补贴 用一些资助 是资助人去买房子 也就是说一些供应的措施 都要看看 究竟楼市到哪里 才会做一些 抑押楼市的措施 也就是说 其实是他说的 而他说的 也就是告诉地产商 其实不需要害怕 我上台 是不会影响到楼市的 这个形象 是跟他一开始 所谓要对抗地产霸权 要跟地产商有一个切割 要为香港小市民服务 的楼市 完全南沿北车 而所谓资助 人买私人楼 是更加令到市场 更加刺烈 是楼价更加飙升 的一种方法 这个 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梁振英 梁振英 从来 要不就是说谎 不斩眼 或者 他就是 不对任何政策 有一个很实在的意见 大家想想 梁振英 做过些什么呢? 梁振英 1997年 做了行政会议召集人 直到2008年之前 11年来 是从来 没有发表过 对政治任何的意见 没有人知道 梁振英是一个什么人 直到2008年开始 他身为行政会议召集人 居然 公然 和向政府的政策 尤其是在房屋政策上高 唱反调 而且他也承认 收过四次的信件 由行政长官曾荫权给他的信件 叫他要尊重 和保持行政会议的集体保密 和集体负责制 但是大家要记得 去到2008年 梁振英 已经是全面 讲一些 跟香港政府 譬如是 关于居屋的问题 关于房屋政策的问题 关于福利的问题 是全面唱反调的 一个这样的人 怎能够再相信他呢? 如果我们 用回所谓 谭耀宗 民建联 工联盟的说法 说唐英年会百倍洩密 我怎能相信他做行政长官呢? 同样地 更加严重地 如果他的政策 和政府本身的政策 都敢唱反调的 我们不是更加不相信这个人吗? 但是很可惜 大家仍然相信 这个所谓梁振英 给唐英年 而他的优势在哪里? 他的优势 只不过是他从来不说话 直到他觉得他自己有机会选特首 先出来和一个政府 不受欢迎的政策唱反调 这个就是梁振英 他从来不敢 亲身去承诺 去背上一个政策 然后走到底 当然他没有这样的资格 但也不敢 将他自己的明星 押在一个政策上 走到底 就算是一个论证的人 一个行政会议召集人 他都没有这样做到的 这个就是给他一个空间 可以游走 有空就说 原来我不支持的 原来我没有说过的 原来其实 我的政策不是终极的 我还有终极修改版的 这个就是梁振英 所以刚才达明所选的歌 甚至是陈方安生 这个民主阿婆 这个我很鄙视的民主阿婆 她在CNN 是不是CNN 或者国际传媒都说 她是一个变色龙 是很正确的说法 因为这个人 由头至尾 为了登上最高的宝座 就对一些最重要的事物 从来都没有很正面公开地 用她相信的东西 压下去一个政策 一个信念 从来都没有 因为她要不停地变 这个就是变色龙 而大家都明白 如果一个变色龙 想到做特首 其实很简单 她是随时都可以变 包括揭露出来 最重要的核心价值 她都可以变 因为她的权力来源 她的老实是谁 只要那个人说一声 她就即时可以变 所以这种人 比 我可以这么说 她比 有原则地 但是喜欢镇压的人 更加恐怖 因为她是一个 完全 只是看到权力的人 她是一个 完全没有原则的人 比一个独裁者 她更加可怕 因为她没有独裁的 原则去坚持 她是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的人 就是最可怕的人 而这个这么可怕的人 很可惜将会成为 我们的行政长官 那 人民力量 或者甚至 其他 全香港市民 有围眼 有围根的人 看得出这条 变色狼 看得出这个 完全没有原则的人 是做到我们的行政长官的话 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反抗到底 所以这就是人民力量 或者我自己 为什么一直坚持 反对梁振英到底 就是这个原因 那当然啦 变色狼 就不仅仅梁振英一个 民主党也是的 其实民主党 如何变色狼 就是 没办法 都要打破齋磨的了 民主党真的要屌你老母 因为民主党 你参加完小圈子选举 一班人 穿着黑衣出来 拍到好像阴阳路 那样的照片出来 就说反对小圈子选举 还要在4月1号 搞个反对小圈子选举 游行 喂大哥 你应该低温 就应该要出来 反对小圈子 都算数 你现在反对小圈子选举 反你五年之后 那个 是啊 分分钟也是 是的 那刘慧卿 今天 这两天又说了 又说如果会员大会 是不是 支持一个没有真普选 的政策的时候 他或者会退党 这个是什么时候说的 这一两天而已 哦 那真是好笑了 2010年 2010年 在这个政改方案通过之前的三个星期 我可以很肯定找到那条片子出来 有人问过刘慧卿 如果 民主党 支持一个 不是立即抱歉的政改方案 他会不会退党 那我也要考虑了 最终他是投票赞成了 现在又说的话 怎样还可以相信你 就是民主党呢 民主党那种可惡呢 他的可惡就不跟梁正英那种可惡 因为梁正英就是他随时都变的 梁正英 就是他是完全没有原则 也就是所有以权力事事的那种人 民主党那种可惡呢 是更加可惡的 他是当面当你是傻的 他直接就告诉你 你是傻的 你是傻的 我随时胡说的话 你相信就可以了 他真的当我是Lulu 这种人是最好的 因为他是当我是蠢人 当你是蠢人 总之我有空说人话 有空说鬼话 那些完全反驳 自我矛盾话 都不介意随时随地 几个月又说出来的 其中一个最劲的 当然就是选完特首之后 立即普选的派出来了 这件事那种可惡呢 好实说那天 我的愤怒是不下于CY当选的 我不是不想所谓泛民团结 要打思维和共产党 而是这样的 他是挑衅 立即普选的派出来了 他是挑战我们理性的底线 大哥 你记不记得你当时是支持政外科学院 而且那说法是什么 我们忍多五年 我忍多五年 而你得何俊仁又说阿明 参加这个少圆子选举 你是一切赢不到的 你说你自己是赢不到的 即是你预知到这个少圆子选举的结果 为什么可以忍多五年之后 又知道自己赢不到 然后duly 你是赢不到 有一个阴点的特首出出来 你要求立即普选 我想问你为什么 我真的很想当面问民主党的人 怎样你可以做够胆 有这样的 即是无耻 是无耻都这么紧要 是当你傻地 拿个立即普选的卖出来 我真的很想问这些人 不是 这些人呢 最老套的是什么呢 就是 喂 你现在赌输 好像赌档那样 你赌输了 你现在才反胎坏出千 即是你现在 你现在是什么意思呢 你现在曝光你就拿了 彩虹你就拿了 你现在还要追究什么呢 就是说 你计算 即是如果没有他投票那些 你肯定有人投了去 一定是人走了 一定是人走了 那其实你应该是什么呢 你应该是 你应该是 何俊宁应该要拿零票 你要对选民有交代 你就要拿零票出来 其余的人所有work out 而不是拿七十几票 这么难看 你要反对少一点 你应该是拿零票出来 而不是现在这样的状态 现在我们现在 就是告诉你 如果你听老潇节目 或者欧文节目 都知道 其实根本上 如果你要数的话 没有去到投票的话 应该 不是你们全 就是不是你们泛民选委 这些东西他都已经说出来 但是这些东西都算了 其实这些政客的变念都算了 但是你真的不可以当我是傻的 你不可以当我是瘋的 万必说 他上星期日科 但他又跟我觉得 有他家人 很多大学生 很多大学生说 何俊宁是民主之父 这个当然也算了 因为实在是不老反笑 但重点其实是 这个其实是很typical 很坦白说 香港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真的不读历史 不读历史 不读历史 我们好像说得很远 但他真的不读历史 甚至过去的事情 他都不管 他只是看到这一刻 你还在做什么 是的 他的把戏就是这样 其实就是说 为什么可以当你是傻子 就是因为 其实你不留意时事 你是真是傻子 你是真是傻子 我告诉你 你当我是傻子 不要紧 但是不要被一个傻子 当我是傻子 OK 我因斯坦当我是傻子 我很开心 是不是 所以 为什么梁振英 仍然是比较多人支持 就是因为 那些人只是看这一刻 他在说什么 当然 而何醉是一样的 为什么会觉得 何醉是民主之父 你真的进去叫几下 就是说 我现在就要反对小卷子 避免小卷子的不宜 这样就突然间变成民主之父 就是因为 香港人很可惜地 又是 有一个这样的 就是他们不去读历史 亦都没有一个兴趣去深究 究竟过去 没有讲历史 那么大的字 只是过去一些事件 是几个月 甚至一两年前 发生的事件 他都不去关心 他只是看到现在 你去反对小卷子 那你真是民主之父 笑话连篇到极 但是没办法 所以我们也这么说 人民力量当然要继续揭破 这些坏分子的假面具 而如果香港市民 还没有很多人 是未能够认清民主党的可惡 那我们的责任就是做这件事 所以希望大家 听我们节目的人 当然已经是全部 enlightened的人 已经是全部 已经知道真相的人 希望可以继续做出去 这个就是我们 可以希望做到的 因为民主党的可惡 已经是超越了 他们政治判断坏 以及心底不好 以及想为自己 争取利益的坏 他是去到 当你是Lulu 当你全世界人 是傻的坏 那这种坏人 是一定不能容忍的 是一定要打击到底 我觉得 其实以往来说 我本身对民主党 其实我很少咬牙齿齿地罵 但是你到今时今日 我都忍不住要爆 就是说真的 你以前就说 你政治博弈里面 你压错住 就是我都勉强可以接受 是的 但是你一次又一次 就是出卖了我们 就是选民 或者是一次一次 当我们傻仔的时候 那 其实我会觉得就是说 你民主之父 就 不是父亲的父 就是父资产的父 是 这样的情况 所以如果我们不断地 譴责民主党 那我觉得 如果作为一个 人民力量的支持者 或者是你自己作为一个 一个 就是对政治很关心的人 或者对香港很关心的人 其实你们都要开始去 学会一套新的论述方法 就是说 如何向你身边的人 去传达一个讯息 就是说 民主党的可护之处 因为如果你 当然你们听我们 当然很开心 就是 就是听我们应该比较好 就是我们也很开心 但是其实你们作为一个 一个 一个 对政治 对香港有热情的人来说 你也都会 是当自己 好像上了身 做了字幕 去慢慢去用一个 解释的方法 去告诉别人 民主党的可护之处 如果你看回上一届 特首选举的时候 刘慧卿 直接说 要用牌六胸 包围 这个 选举场地 喂 喂 你现在看回刘慧卿 喂 大佬 像欧文所说 真的哭得一句句句 当时 你看到欧卿的样子 都要做几分正气 当然 认识他人 有第二种评价 但最少 当时 海六胸 包围 和欧文站在一起的场面 来说 你现在看回 是令人不胜唏嘘的 嗯 这个就是 第二样东西 就是香港没有办法在公众媒体 那里 譬如买政治广告 这是另一样东西 如果你在台湾 他们那种前言不对后言的方法 可以在电视广告不停卖出来 他们死了很久了 其实 这是真的 再加上最有影响力的传媒 都继续保护他 这个就是另一可耻 很坦白说 《苹果日报》 我很想问你 你不知道民主党 已经是反口覆轍到 已经是尽的了吗 为什么你还要保住他 我很想问 如果你觉得 要保住民主党 才可以继续民主运动 请问这十几年得到什么 是完全没有的 到最后得到什么 就是最后得到CY上台 就是得到这样 那你为什么还要保住他 是什么的想法 他有装脚 你装脚不可以叫他 我纯属在政治判断上 也不要说立场的问题 这些事情 全部都可以做到 为什么你要继续 让这条路线继续走下去 是什么的意思 我真的很想知道 我真的很想知道 而今次 譬如这个323 这个投票 亦都证实了 这个所谓民间投票 pock vote 或者他们叫做mock vote 就是嘲笑 少许选举投票 反证了 他们的政治判断 是更加低的 这个相信很多 节目都说过 可能是黄帅 有说过 但是必须要再说 你这样做法 是令到那二十多万的人 不少人出来 我买一张赎罪券 我为民主做了些事情 他觉得自己很高兴 你想想 那晚 你看Facebook就知道了 很多人觉得 很多人排队 香港人是骄傲 即是香港人的骄傲 你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二十多年前 六四出来的时候 甚至七一出来的时候 你说 我都会有一丝丝的感动 走到这一步 仍然是没有任何串进的时候 你仍然是看到这些所谓的场面 就觉得香港人是骄傲 已经是完全 完全对任何科学实际的 实证的一种藐视 我觉得是 因为 就是你投了这一票 到最后 第二天走出来的人 都是只有三四千人 到最后 你是阻止不了 那个选举进行 到最后 你不能让 那个小圈子选举 又白票 令到他留选 那你有什么 这么骄傲呢 我想告诉大家 这么多人排队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 你只有太少票站 所以很多人排队 不会因为那条龙很长 就觉得很威力 而这种 买负罪券的方式 反而是令到 我终于找到一个 我终于找到一个 最廉价 最不用用力 但是又可以 去争取一些 他自己卑微的 愿望 的手法 这个就是 我下街叫投票 或者更加 想用个APP 或者上个上网 去投票 我就做了这个 你可以提供 以前我也觉得是的 因为要看回每个不同时代的政治气候 以前你相信 你深信 只要你够多人走出来 或者你的声音够强 2007 2008年 就会被双普选你 但是没有 2012年又没有 你就会发觉 这种去提供一个最廉价 但是 争取民主的赎罪券 这种方法 其实 反过来 是麻醉了 或者麻痹了 香港市民 觉得应该要走多一步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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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 然后反证了 就是 他们投完一票 他们就不会走出来 他们不是觉得什么都一定要走出来 但是 正如我刚才一开始 这个节目开始所说 如果你那天走出来 你不用冲的 你站在那里就可以了 如果有十万个人在那里 已经反完了 所以在我身边的朋友 有一类人 就是比较 humble 他觉得真的什么都做不到 我投票也好 这种态度我欣赏 但另一种 就是 我现在给他的名字 这种叫便宜主义 便宜主义 就是说 当他 就好像刘翁所说 就是当他投了票 觉得自己做了事 他甚至乎 说到是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 他觉得自己对得住子孙 是啊 他觉得在梁振英上台之前 我投了这个 没有公正性的票之后呢 我觉得自己 已经对得住子孙 所以我在Status里面 已经说 就是说 你 当你做了这样东西的时候 你就觉得 喂 你做了这么minimal的东西 的时候 你已经觉得 对得住子孙 你这么便宜 你拿这么便宜的东西来 满足自己 喂 你根本就是个cheap 是啊 非常cheap的行为 大减价 其实也很符合香港人的性格 有大减价 他就买个大减价 所以 我有个朋友 他其实 本身是一个 业余的艺术 一些丢塑家 他其实都很憤慨 他说 他受不了他的朋友 就是有种 语调 他说的 我告诉你 当你 03-71大游行 这么多人出来 政府没有倒台 而 去到五区公投 五十多万有认受性的票 都不能够做到事的时候 一个二十多万的投票 而没有认受性 没有公正性 你有什么可以自豪呢 其实是没有什么可以自豪的 甚至乎 你说 我自己预备把白纸去投票 这不是搞笑 你怎么能够 拿这个数字来做一个自豪的指标 你应该是要感到惭愧 很惭愧 我觉得 我已经开始知道 他决定了泛民是做什么 他只不过是 现在帮香港市民做心理治疗 就是 你无力这样 我又减价一点 将争取民主 争取自由 减低一点 下去投一投票 或者再容易一些 WhatsApps 按下去 你就做了 你就会心安理得 这样 其实现在泛民主的东西 就是一个心理治疗师 总而是不停大减价的心理治疗师 总之 原来这么难 要令你心灵有些畏直 不觉得自己辜负了香港市民 或者下一代 减少一点 减少一点 这样 就是这样 这就是整个泛民 正在做的事 就是不停将 争取民主的意志 的动力 不停减价 减价 减价 减价到一个地步 就是这个你舒服 那就行了 你用那个 下次又觉得 都太烦了 要走出来拿到白纸投票 总之以后就全部是Apps 就是按按按按 那就按了 有30折 有40万按了Apps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 香港人真的很 香港人真的很 骄傲 狮子山下 核心价值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现在泛民正在做的事 就是不停将 心理治疗的疗程 减价 减下去 减到麻痹到 你完全 所以有一天 做这些事都不用了 这个就是现在泛民正在做的事 而我们的人民力量 就是看到这个 就是这样的trend 就是看不过眼 所以一定要走出来 阻止这件事发生 所以我们要延续 就是我们人民力量的精神就是什么呢 就不要再需要 这些民主的代理人 嗯 亲身 参与 所有的政治活动 以及 用你自己的方法 去到慢慢 去到 令到 文字啟蒙 令到每一个人 不再有 民主的代言人 去到亲自去参与 每一次的事件 甚至乎 我可以这么说 就是因为 有这个脖子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假的投票 嗯 我甚至乎 私宜 会令到 真是 出来 呃 示威的人数呢 其实应该是会减少 当然了 因为他做了事嘛 你心不舒服嘛 对啊 还需要早上七点钟 星期日起床 这个就是所谓的 麻醉 而我们就是要把这个 麻醉 大家要 喝回 冬尾沙桶 不要再吃这个 就是泛民的毒品下去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是 我们都不想这样的 但是因为你看到 那个情况是越来越严重 是越来越看不下去的话 所以我们要积极地 做一个反对派 这个就是我们要出来 继续走的原因 我们休息一会儿听这首歌先 在中央的音色继续AUYiIi 这首歌呢 你心仅直默 眼泪 邋不测 我咱们耽不测 你心仅直默 眼泪 邋不测 噪 美梦会消逝 戏剧人生中有一笔梦 快乐时 要快乐 等到落落 人尽了啦 最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